你还没关系 上海集团那边真的出现了内鬼 然后盗用了账号 目前推测是这样没错 不行 不行 我得赶紧跟那边通过气 不能让内鬼得逞啊 大熊 大熊 我好难啊 真的快支不住了 我也不愿意 Health built 了 了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丫头 你可是很久都没来看我了 哥 我好想你 发生什么事了 过得不开心吗 最近 游戏有一些问题 我压力有点大 不着急 咱坐下慢慢说 我感觉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曾经我以为 只要拼尽全力 就会有好的结果 可是现在问题不断出现 游戏上线不断受阻 我越来越没有信心 可以解决这一切 我甚至觉得 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限 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 哥 我第一次觉得这么累 很多事情都是困难连着困难 问题接着问题 难免会有一些坎坷的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面对它 逃避终究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累了 那就休息一会儿 不认任何时候 哥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不认识 灵灵 人难免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 但是哥知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哥 你知道吗 我当初做这个游戏 就是想让你 一直留在这个世界里 只有游戏上线 你才能永远地陪在我身边 可是我现在 真的好累 我就是想 这么静静地看着你 一会儿 就一会儿 在我身边 你就不用这么逞强了 不用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出现了 哥 我还有急事 我就先走了 去吧 我还是喜欢看你 斗志满满的样子 我会永远在这儿等你的 喂 孙小姐 你好 我是林乔 刚刚路过你公司楼下才想起来 之前答应请你吃大餐的事情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 让我履行一下我的承诺 好 哥 我最后再劝你一遍 你真的要接受这一切吗 我真的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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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是想请你吃大餐的 你怎么就简单地教了这点东西啊 没关系 这些对我来说完全媲美于那些大餐 更何况是现在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过自负莽撞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一直赶往前冲 所以老天爷为了惩罚我 每次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都让我出一些岔子 你别这样 你很勇敢 你有放手一波的勇气和胆识 而且你很优秀 我不优秀 我只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没有被你们看穿而已 其实我自己知道能有多差劲 宋玲玲 你不要这么贬低自己 你难道忘了 当初是怎么安慰我的吗 虽然你现在很辛苦 很难过 但这些都不是打倒你的理由 我知道 但坚持梦想的选择权 并不在我手里 我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梦想 让你 萧然 还要我所有的员工 都无路可退吧 所以呢 我就索性放手一局 大不了再过个几年之后 我再扬帆起航吧 那我问你 你还想继续下去这个项目吗 想 爱的元宇宙对我来说 不单单是一个游戏 我对它 我明白了 你只需要带领你的团队 全力以赴地推进游戏上线就行 其他的交给我和小燃来解决 真的 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投资方要解决的事情 就不劳拦腰大神费心了 你只管专注游戏就好 老大 有事情需要你来定夺一下 快去吧 怎么啦 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没有 你放心去工作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够了 这次事故的责任方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并且 林总也因为自己的失职主动请辞了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 和设计团队无关 还需要我再说第三次吗 可是林总盗取游戏账号的理由是什么 她为什么要阻止游戏上线 散会 萧总 如果你是这样态度的话 那就莫过我们这帮老人的迂负了 所以你们的结论是 所以董事会决定暂缓游戏上线 接下来 董事会会推进游戏投资的进场 当初我们投资这款游戏 是萧董事长的指示 如今我们暂缓投资 也是上个有我们去医院探病时 萧董事长放权指示的 如果你同意换掉他们 启用业内更专业的团队 我们可以收回刚才的决定 庞丁 我没有记错的话 约定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吧 对 还剩半周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小玉连熟悉项目估计都做不到吧 你们就不怕 我清除你们的投资股份吗 你可以慢慢地考虑 我们哪 不着急 老板 你流血了 我去拿创感片 怎么办啊 完全没有死了 怎么办啊 完全没有死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吓我一跳 林总被伤害集团开除了 说是咱们这次内测不成功的 全部责任都在于他 怎么可能 你别瞎说 我没瞎说 不信你看 放天在群里发了集团公事 这 真是人性格肚皮啊 大熊 事情没有查明真相之前 不许乱说话 不说就不说呗 你只需要带领你的团队 全力以赴地推进游戏上线就行 其他的交给我和小燃来解决 难道 这就是他说的解决办法 不行了 这样是不对的 不行了 这样是不对的 散会下班 明天继续 老板 公事已经按你的要求 通知各个部门了 但是我还是想多问一句 林总为什么 突然间提出离职啊 所以这就是你的办法 让林总当替罪羊 开除他来保住我 你已经知道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他总受伤了 老板和董事吵架了 走 来 你 你 我 死请 李职 热 我 炭 我 是我 林总对于你 对于整个公司 都非常负责 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是他来承担 我是整个游戏设计的 总负责 游戏出了问题 是我来承担责任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为什么 你能不能抛下 私人感情 来谈论这件事情 蓝阳工作室退出 难道不是更合理的 解决办法吗 这是你一手 做起来的游戏项目 你舍得让给别人吗 我舍不得 可是我没有办法 让无辜的林总 承担这一切啊 你就当 是哥对你的支持 他现在退出 就是希望 你能坚持到最后一步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会对他的人生 履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张温泽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他就很难再在这个行业 立足下去 如果我的成功 是靠别人的名誉 和前途来换的话 那我宁可放弃这个项目 我真的已经想了 很多种办法了 我不能做得更好了 至少现在不能 现在目以成仇 只有让游戏尽快上线 我才能想办法 让他回来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 我是否愿意接受吗 我当然考虑过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 至少现在 我还能保住你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牺牲 林玲 这么晚 你怎么来了 喝点热水吧 林总 你不用这样 要不 你还是骂我吧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安慰你的 但是 我又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安慰到你 要不这样吧 你不嫌弃的话 我陪你喝一杯 那就只喝一杯 意思到了就行 我请你喝一杯 我请你喝一杯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为什么这件事 必须要在哥和林玲之间 做出选择 就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吗 哥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事了 我不想让他再为我做出牺牲 可我还有别的选择 可我用了怎么做 是我太没有太无能了 连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真是一个羞化枕头 草包腹二代 你这哪儿是大权啊 你这叫自残 我问你个事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好 都很没用 你这个人啊 平时挺臭屁的 其他的没什么大毛病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证明你的清白 就算让我放弃游戏 我也会证明你的清白 不行 我不能放弃放弃 你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你别喝了 萧然她 她这样是不对的 她是个好人 她跟我一样 不想让你受伤害 她很难 你也很怕 我跟你说 你千万不要怪罪萧然 你要怪 你就怪我 我不会怪她的 她是我弟弟 我会永远爱她 你也是一个好女孩 她能遇见你 她坐视频 一下子 你这帮她要做什么 的怒目 我们看她的 这是何处 这是我家 你刚刚 原来林兄的宅子 如此别致啊 可否让俺参观参观 你想参观就参观吧 林兄家的酒倒也别致 宋小姐 吃点东西吧 可以接酒 您怎么还喝呀 林兄莫要小看本将军 本将军乃将神功九身 连喝八坛都不在话下 话说 林兄 你对酒的品味 还是差点意思 这酒寡淡得跟水一样 无趣 甚是无趣 对了 林兄 你这床榻怎么如此之小 佳琪该睡在何处啊 你把酒给我 我就告诉你 我没有佳琪 我没有佳琪 林兄如此优秀 却还会婚配 那喜欢的姑娘 总有罢 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喜欢不喜欢 林兄的事就是俺的事 咱俩的关系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何必这么避讳 不是 你 这和你没关系 我俩关系 我俩也没什么特殊关系啊 我说兄弟啊 林兄 林兄今日为何如此奇怪 对了 小人 孙小姐在我这儿 她喝多了 你快来接她吧 门是开着的 好 你先门住她 我马上到 你现在去干吗 我有事 先走了 不论发生什么事 需要帮忙说一声 回头给你洗手 我说 孙小姐 你冷静一点 差点忘了 俺现在是女儿身 可是俺看她 不然是有兄弟姓吧 娶娶女儿身 怎么会阻挡俺能当眼相照 每次醒来 不是在地上 就是在床上 并且 都是在夜色之间 莫非 俺是在这女子 旧情之时 方才苏醒 孙小姐 你冷静下来了吗 你 你 你不要生气啊 那个 而且你放心 我 我绝对不会把你的精神状况 到处乱说的 我们会带你去看最权威的医生 你 你再稍等一下 你 你再稍等一下 萧燃马上到了 我们一起送你去医院 你认识萧燃 我当然认识啊 她马上就到了 我 我 你不懂 这个奸人居然和林兄认识 怪不得 林兄每次都对我多多喘喘的 难不成 是想合计 来个万中捉鳖之计 想奔将军 驰骋杀场数十载 竟没那仇人 玩得团团转 不行 还要想办法离开 开门吧 我好多了 真的吗 你恢复正常了吗 放心吧 放开我 你这个狗贼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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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但是你现在是抓犯 我不能让你走 孙老师马上就到了 你给我近一点 哥 小心 走 走 兄弟 孙老师